朋友们好 今天讲澳大利亚不声不响 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电池 能量密度已经和特斯拉Model 3 锂离子电池的260瓦斯每公斤相当了 关键是它不需要用力 用的是非常常见的碳和水 高效安全成本低 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伤害 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应用 这款电池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 是一种可充电的轻机制制电池 研究人员从2014年就开始研发 2018年能量密度达到了70瓦斯每公斤 但和其他电池竞争的话 还是只有被按在地上摩擦的份 又过了5年的迭代改进后 他们终于取得了突破 这种电池也扬眉土电 大肆放电 能量密度可以和现在常用的 锂离子电池一较高下了 所谓制制电池是一种利用水 或其他含氢燃料与空气作用产生 电力与热力的燃料电池 用高分子制制交换膜作为传导媒介 没有任何化学液体 发电后产生纯水和热量 在充电过程中 水在负极被电解 产生氢原子和氧气 氢原子通过隔膜与多孔碳电极结合 形成质子和电子 电子通过外部的电路流向正极 而质子则通过隔膜流向正极 在放电过程中 正极的普鲁四南衍生物 释放质子和电子 电子通过外部电路流向负极 而质子则通过隔膜流向负极 在负极 质子和电子与除氢材料重新结合 释放出水或者是含氢燃料 本质上来说 质子电池相当于一种电解水的特殊装置 只不过它不产生氢气 而是以质子的形式 直接存储在活性碳电极里 放电的时候与氧气发生反应生成水 循环利用 在最新一轮的迭代中 皇家理工的研究人员对质子电池的结构和参数 进行了三方面的优化 一是在自备活性碳电极之前 对活性碳粉末进行真空干燥 以去除其中的水分 二是在运行过程中 将整个电池加热到70摄氏度 以提高反应速率和效率 三是用一种更薄的纤维片替代了原来的氧气侧气体扩散层 以减少内组和体积 通过这些改进 它们让自制电池的能量密度提高到了882焦耳每克 相当于245瓦时每公斤 超过了目前市面上的一些优质锂离子电池 以接近特斯拉Model 3使用的锂离子电池组 约260瓦时每公斤 你发现没有 这种电池比生成氢气用于传统氢能要简单和高效的多 如果和清洁能源发电 如风能和太阳能结合起来 就可以实现高效的水分解和储能过程 避免能量转换损耗 氢气泄漏和压缩问题 具有低层等高安全性 环境友好的优势 并且这种电池能够在超低温 几零下80摄氏度下正常的工作 避免了低温下的性能快速下降 还有超快的充放电速率和超长的循环寿命 再加上现在达到了与锂离子电池相当的能量密度 制止电池似乎以速电待发 要在锂离子电池的市场大肆的工程掠地了嘛 他可能高兴的太早了一点 这项研究现在还处于实验阶段 2014年到现在快十年过去了 不得不说啊 这运期也太长了 还没有出生就成了脑子 而且245瓦时每公斤 还是在电极处实现的 如果加上组件制成电池 比能量就会下降 和锂离子电池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商用锂离子电池 现在已有500瓦时每公斤的能量密度了 并且很快就可能达到750瓦时每公斤 哎 你想起了什么没有 美国国家点火装置 虽然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可控氢聚变点火 并两次实现了净能量收益 但也是在胶能处实现的 整个装置还差得圆 当然0到1实现了 以后可能会更简单顺利一些吧 而自制电池如果和氢燃料竞争 比如在对重量要求非常高的领域 如航空液 气态或者液态的氢气 仍然可以提供 比自制电池甚至锂电池更高的单位质量能量 因为氢气本身就是一种高能量高密度的燃料 而自制电池或者锂离子电池 则需要额外的材料或者是结构来储存和转化能量 但自制电池具有不需要锂 没有热失控风险 成本低和完全可以回收的优势 如果可以经济的生产 那么在家用和商用电力存储领域 将可能获得大规模的应用 为可再生能源提供高效安全 廉价的储能设施 从这一点上来看 老子就老子吧 能咕咕坠地 还是大有可为的 目前皇家理工的团队正在与商业公司合作 准备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将电池扩大到千瓦级造瓦级 最终实现商业应用 我是徐乐文 传播最新最前沿 最有趣的科学 欢迎朋友们关注订阅 点赞收藏转发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